这次我们在去上海参加的那个沙盘疗愈的活动现场 我遇到了一个案例 因为那个案例呢 它是讲他自己负债以后 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是他上台以后分享他想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一听跟负债有关系 我就听得特别认真 而且我觉得它特别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然后我就准备呢 后期我会讲一些这样的案例 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到 有这样负债困惑的一些负债人 真正在心灵疗愈方面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先说一下他的案例吧 就是他两口子呢 在疫情之前生意还不错 就是应该是赚了些钱 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妻子 他就觉得想给他的公公婆婆在农村盖他房子 当时的时候呢 他老公就说 咱没有必要盖那么好的房子呀 就是在农村 你周边的时候这些交通啥的也都不方便 你盖那么好的房子啥干啥 当时实际上他老公是不同意的 但是这个老婆呢 就坚持认为 你就一个儿子 你爸妈这么辛辛苦苦 寒心说我把你养大 完了以后就这么不容易 然后我们在外边又照顾不上他 然后就坚持要给他盖这个房子 就这两年之内就光给他盖那个房子 据他自己说啊 好像是欠下了250多万的一个借款 为啥成了借款呢 就是因为他那个房子本来就花了200多万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下来呢 这三年了 收入突然一下子断崖式的下降 导致他们连盖那个房子 加上借的些钱就是全部都还不上了 然后他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心理焦虑 甚至自责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他其实也是为了去解决他的心理问题嘛 就是他不肯放过自己 然后呢 现在他的家庭关系闹得非常矛盾 非常紧张 就在他现在就觉得我欠了这么多债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两口的出去打工挣钱的这个状况下呢 他想让他的公共婆婆来帮他忙 然后呢就是你帮我看孩子 我两口的出去挣钱 赶紧把这个账还上 结果他的公共婆婆来了以后呢 因为在他家里就不到三天嘛 就接受不了 他们的相互模式矛盾很多嘛 接受不了就非要回老家 就回去了 他就当时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情绪和怨愤 然后呢责怪到他这个公共婆婆身上 就觉得你看我当时为了给你盖房子签了账 现在我现在陷入这么困难的一个境地 你连帮都不愿帮我一把 就是又增发了很多的这种仇恨在里面 然后老师给他梳理嘛 就说你当时盖这个房子 你真的是爱你的老公的公共婆婆 你去做的吗 不是 他是要面子的人 就是为了这张脸 这个尊严 然后呢就给他盖了这个房子 其实真正的是爱自己的虚无欣 老师也说 那你既然是房子 你可以卖了以后 起码还了一大部分负债吧 但是他又觉得因为是面子 在一个农村盖了这么好的一个房子 你像在农村 我们老家里盖一个三四十万的一个房子 就已经很好了 他得盖成啥样啊 需要两百多万 然后他说 如果卖了以后 在农村 就觉得这个口水和吐沫都能淹死人啊 他现在的心态快崩溃了 家庭也快出现危机了 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个案例 大家能够看到 是不是在他们这个案例身上 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就是能够照见自己的一些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啊 就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极度爱慕虚荣 很要面子的一个人 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是给自己这种爱慕虚荣和这种爱面子 然后呢他付出的一个沉重的一个代价 但是如果他今天他还不觉醒的话 还有可能家庭也要解体吧 这两个孩子就陷入了一个 单亲家庭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悲剧的一个人生开端 所以说呢 他需要看到自己身上的这种行为模式 需要不断的调整 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 我先去接受这样一个代价 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挣点钱还 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把这个家庭维护好 这才是他的证据的一个方向 讲到的案例 真的是希望能够启发很多人 我们为什么今天导致我们负债 一切都是最好的预见 任何的发生的一个结果 都是来提醒我们 都是来教会我们一些什么的 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去总结经验教训 就是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从而让我们的人生 过得越来越好 这才是负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 需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学习的经验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